最近消息南北秘鲁连日豪雨土石松软 土石流灾情频传 有目击者刚好站在山腰上拍下了山沟对面土石流发生的过程 起初山坡上的土壤跟树木滑动速度很慢 但因为重力速度因素这土石流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庞大的冲击力量还把山沟两侧的土壤一并带下山 最后土石流行经地势平缓的地方披下来 而回头看小山沟早就已经被土石流冲刷成一片广阔的谷地 而夹带下来土石则是把下方的石冻民宅都吞没了 还好大家及早撤离并没有伤害到性命 我是吴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